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 中国派出高官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前往朝鲜 川普总统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举动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中国的努力能否奏效 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请海涛来谈谈中方特使中联部长宋涛 能否完成习近平交派的外交重任 海涛你好 你好 平章 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就派出了特使 这释放出了怎样的讯息 起码在这个川普总统认为呢 就是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朝鲜问题 而且中方就打算救朝鲜问题要做些什么 起码传出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说中方打算给川普一个 就是说给他一个 就是中方有这么一个很好良好的愿望 就是说你离开了 我们马上采取行动 起码在美国政府看来 川普总统看来 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自己推在中方 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举动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中方会采取些什么 证明访华有一定的成效 我们也注意到宋涛是中联部长 不是外交部长 那么中联部长是 中联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机构 中联部是属于 中共中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它不是国家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外交部是属于国务院的 而中联部是 中共中央的一个对外联络部 那么他以前就是在毛泽东时代 他主要成立 中联部主要是加强中共和世界上 共产党国家的联系 比方说前苏联 前东欧国家 共产党国家 包括这些古巴 越南 什么柬埔寨 或者是 就这样一些共产党 朝鲜 这样一些共产党国家 那么随着这个 就是中国所谓的凯克开放以来 这个中联部它的功能 就是一方面 因为原来共产党国家有些缩小了 但是其他的资本主义政党 它就开始联系 比方说 就到前几年 中联部甚至和美国的 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很多的联系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到中国 也是中联部负责接待 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 它的历史上 对外交往的历史上 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但是无论如何 中联部长是一个非常 在中共高层来看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它是一个和外交部相同的 是一个正部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位 那么作为中联部长的宋涛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 他有怎么样的经历 因为我们看他的简历 就是中国百度百科也来好 维基百科也来好 就是他基本上是在福建 他从政的经历 从福建 从高中毕业 初中毕业到福建乡下插队 沙县小吃很多人 他在那个沙县插队 然后他就在福建的林学院 当过系主任 然后是福建的什么 这个厅那个厅 当过办过公司 然后他基本上是到2001年之前 他都在福建度过的 按照他这个简历来说 他和习近平在福建是有交集的 那么从2001年呢 宋涛就到了外交部 这个是他一个重大转折 以后从2001年以后 他就一直在外交部 然后在外交部 最后到了中共中央的 对外外事这个领导小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刘云山呢 中共现在常委 刘云山呢 就是上级常委 刘云山呢 他就是2015年到过朝鲜 当时他带的就是宋涛 但不过当时宋涛呢 不是中联部的部长 只是对外这个领导小组的 一个副主导 实际上当于政部级 这么一个干部 好的 谢谢海涛 今天昨天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